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上热搜的原因则是更加离谱 爆料直接称他俩谈恋爱了 这个消息大概率是假的 只是透过实时评论和网友发文 我们可以看出现如今跑男的一些具体情况 首先是来自女元老粉丝的反击 跑男先导片不是出了吗 然后收视率确实比较难看 但是没想到的是 粉丝这边却是直接把原因归到了女元老离开身上去了 说句实在话 作为跑男的老粉 也有点看不下去了 是的 女元老走了对节目的却有着一定影响 并且我个人也比较喜欢他 但是 如果说女元老的离开导致了收视率降低 那么这种情况就应该在当初迪丽热巴加盟的时候就体现出来 而不是等到现在 第二点则是受益问题 这个热搜是空降的 我看到有网友猜测了一下 其实无非两个观点 一种可能性是节目组方面买的热搜 毕竟节目组看到先导片的热度可能也有点着急 而这个时候让两位国民度极高的元老登上热搜 想要不热搜登顶都很难 另外一种可能性呢 则是女元老那边买的 说到底 登上热搜之后看看大众的反响 同时了解一下节目组对自己的态度 看到这里很多朋友应该都明白了 归根到底 跑男第一期的热度确实有点低 呀了 是周深和白鹿也就不了节目嘛 更何况还有张真元仔 实际情况 其实非常简单 纯粹网友想多了 首先 奔跑吧这一期节目只是先导片而已 先导片的时长并不算太长 从时间上 就使得很多网友可能并不会选择去观看跑男了 毕竟先导片给人的感觉就是提前预热一下而已 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 其次则是跑男的预热问题 尽管已经举办了发布会 但是这一次的跑男 并没有铺天盖地的营销 真要嘲 还是等到首期节目播出之后 才能够看出真实情况 最后要说的是 本身大环境的问题 综艺节目的热度降低已经成为了一种必然 现如今人们的娱乐方式越来越多 刷短视频已经成为了大多数人最喜欢的娱乐方式 而观看综艺节目这样的常行为模式 已经越来越不讨喜了 更何况 奔跑吧已经举办了这么多季 除非某一期特别好看 或者有自己喜欢的明星 否则似乎真的没有什么非看不可的理由 女元老的离开 的确让人比较难受 但是考虑到女元老本身的行为 却又觉得这是非常合理的事情了 都是成年人 既然自己做了这样的选择 那么就要接受如今的结果 奔跑吧作为一道王牌综艺 自2014年开播以来 吸引了诸多网友的关注与追捧 而跑男团的成员们更是收获了一大波的关注 但如今八年过去 这些成员们也开始走下坡路了 不禁令人唏嘘 邓超 在上奔跑吧之前 邓超给大众的印象还是一位实力派的男演员 早年出演了不少军旅题材 证据题材 当初他以常驻MC的身份成为了跑男团的一员 也是兄弟中的老大哥 在节目中也贡献了许多高光时刻与斗趣瞬间 一具VR伐木类至今都是经典的跑男回忆 不过 前些年很多网友认为邓超过于综艺化 反而忽视了自己的演艺事业 后来邓超也退出奔跑吧 开始专心演戏 偶尔上上综艺 但近两年 邓超的演艺事业也不算顺遂 他主演的电影《中国乒乓经历了春节档》临时撤档后 口碑就一落千丈 之后再度上映 票房依旧输得很惨 被网友们说他现在老是演烂片 演技实力倒退 甚至有网友说邓超和于白梅的组合简直是票房毒药 陈赫 好男人曾小贤曾经是陈赫最有名的人设标签 他自带喜剧 综艺感 所以加入跑男团后 一直都是节目里的搞笑担当 尤其是在前几季中 陈赫承包了不少笑点 不管是他见兮兮的大笑 还是他自称是天才 都让观众对其印象深刻 但自从陈赫出轨事件曝光后 他的口碑就翻车了 甚至于到了现在 不少网友还是认为他出轨没法洗 即使他的确颇有综艺感 也难回曾经的好男人形象了 18年时 陈赫也和邓超一起退出了奔跑吧 经营起了副夜闲盒装火锅 不过近两年闲盒装也是爆出了很多负面新闻 他还悄悄退了股份 令其口碑再度受了影响 如今的陈赫 基本已经不拍戏了 也是偶尔上上综艺 减少了许多露面机会 郑凯 郑凯与陈赫是大学同学 在加入跑男团之前 他的人气并不高 可以说奔跑吧 让郑凯名气大增 他小猎豹的外号 也奠定了其在节目中速度担当的定位 在第一季节目中 郑凯一辟成名 同款裤子销量火爆 他与卑鄙的中午情侣 起初也是CP感十足 吸引了一波关注度 不过八年过去 作为演员的郑凯 基本没啥代表作 资源大不如前了 现在基本是综艺咖了 但他对奔跑吧 还是颇有感情的 实际节目都没有缺席过 现在他与苗茂结婚生子 多了丈夫与爸爸的身份 人还是稳重不少 只是事业没有大的起色 王祖兰 王祖兰和陈赫 其实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他们俩在上奔跑吧 之前就已经是搞笑大咖了 王祖兰更是凭借 摆遍大咖秀吸粉无数 在跑男团中 王祖兰虽然个头不高 但凭借着躺下 斯明排这个招数 经常留到最后 节目中他的幽默风趣 与高智商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可在离开节目后 王祖兰却遭遇口碑翻车 人品也被质疑 之前他上了某蹭饭综艺 却在节目中摆出了 大明星的姿态 让不少网友的观感非常差 吐槽其没有教养 而在另一档夫妻真人秀节目中 王祖兰一改爱妻人设 对妻子李亚男各种挑挑点点 十足的大男子主义 这让不少网友感到很意外 认为他之前的爱妻人设 都是演出来的 现在王祖兰在内地 香港两地工作 但内地很少有综艺邀请他 他综艺大咖的身份 也是约等于无了 王宝强 作为圈中知名的草根影星 王宝强早期的影视资源 是相当好的 后来他上了奔跑吧 与王祖兰成为了宝兰兄弟 并以一句 不能太相信女人 吐槽郑凯贝斯 而在现实生活中 王宝强的确也遇到了 红颜祸水马荣 还亲自爆出了 马荣与经纪人 宋哲出轨仪式 王宝强早早退出了奔跑吧 他后来也是专心发展演艺事业 主演了唐探系列 虽票房成绩不错 却口碑一般般 近两年王宝强也是资源不好 没啥大制作的电影找他 现在也是靠综艺赚钱 最近上了青春环游记寺 Tia In 作为奔跑吧中的女元老MC 杨颖一开始就是跑男团团宠般的存在 他玩游戏拼命 智商在线 再加上出众的美貌 另起斩获了无数粉丝 也进一步打开了内地市场的知名度 成为了当红85花之一 他也是在路奔跑吧期间 与黄晓明举行了世纪婚礼 但在他离婚之后 资源也降级了 尤其是影视资源下滑明显 前些年 杨颖拍戏合作的男星都是钟翰良 黄轩这类的实力派 如今却变成了赖冠林 宋威龙等年轻小生 也从侧面看出杨颖资源的确降级了 李禅 李晨在跑男团中一直是力量担当 前几季时大家都害怕与他撕名牌 甚至还给他取了大黑牛的外号 随着邓超 陈鹤等人的半路下车 李晨也成为新跑男家族的大家长 但自从他和范某兵分手后 其口碑也是下滑严重 有网友觉得他憨厚老实的形象也是一种人设 最近新一季《奔跑吧》播出 李晨也是翻车了 节目中公开吐槽女声势累赘 遭到不少网友的抨击 最后还发文致歉了 而作为演员 李晨近两年出演了《长津湖八百》等电影 基本都是相编配角 如今他能演的电影也变少了 陆海 当初陆海以当红炸子机的身份加入了《奔跑吧》 他有着不输于郑凯的奔跑速度 在节目中是颜值与实力的存在 2017年 陆海自己官宣了与关小彤的恋情 在宣布恋情之后 他的事业就一蹶不振 超过百万粉丝脱粉 对其演艺事业有着不小影响 现在的陆海就是上上综艺 他和邓超 陈鹤私交不错 还一起上了五哈 组成了固定班底 但他在演技方面依旧是没啥见数 这八位跑男成员 他们都曾因奔跑把收获人气与关注 如今却都纷纷遭遇失业下滑 也是让人颇为感慨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 谢谢您和多 您说明